首先這一題到底要怎麼解 總共的話這一題大概 原則上就會有 總共有 七個問題吧 第一個問題是問你單位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問你組別 第三個問題問你升等 然後第四個其實就是黃色的區域就完成 那第四個問題就是要考核60% 這個考核的話 意思就是說把這個加這個加這個除以3 意思是平均 但問題這個是我剛剛提過 這個就是它是一個等地但是你要把它轉換 所以你要轉換成85分 可是問題要怎麼轉換 當然不是用你用眼睛去比對 而是說你要把它查回來 就是說用假去查回來乘七 再加上第二個這個也是85分 那A減好像查回來也是85分 相加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刮糊之後除以3 那就平均 那平均的把這個結果放在這裡 因為它 60嘛 60的話就是讓它乘上0.6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乘七了 然後這個是乘以40% 就是 這個 這個加這個吧 這個佔30 這個佔70 就是這個乘以0.3 加上這個乘以0.7 然後呢 它是佔40% 那最後 把這個兩個合計之後呢 做一個排名 那看 哪些 成績是比較優秀的 OK 所以呢我們必須把這七個問題呢 分別完成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問題 單位 單位 什麼單位呢 那我剛有提過 在這個後面有個單位的一個 這個叫對照表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其實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就是它的 名稱 就是它的那個什麼代號 那一個就是它 真正的那個名稱是什麼 那你 其實可以看一下 它的資料呢 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這個中間的 應該是第3個字到第5個字 所以呢其實我們會需要 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先把 這個編號先取出來 108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讓它去查 查什麼呢 查它在哪個單位 所以 那這個對照表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 這個它已經有幫我們做一些事情了 就是它已經預先幫我定義好了 定義好一個名稱叫單位 所以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官員看一下 這邊就會有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的話當然呢也是 跟剛剛一樣 我們不是要按F3嗎 也就是說你可以按F3之後 可以得到單位這個名稱 那它這個單位名稱已經幫你對應到 這個範圍了 這個範圍應該什麼 單位這個工作表 所以單位驚嘆號 然後A2到B的46 有沒有這個範圍 已經幫你定義好了 所以你不用重定義 那我們來試一下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 你就是先 把108抓出來 所以108怎麼抓出來 插入函數的話呢 那這個跟文字有關 我們前面好像用過 它不是在左邊 也不是在右邊 它在中間 所以中間的話 你需要找到一個 文字類的函數 叫MID MID函數 這個 MID函數 然後呢 你跟他講說 我要的資料是108 那怎麼跟他講呢 第一個 跟他講說 他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TES 你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好 第二個問題 他問你說 STAR LUMBER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 要幫你抓資料 123 那剛好3 所以跟他講說 在第3個字開始 那第3個問題是LUMBER CHOICE 意思是說 從第3個字你要取幾個字 108 也是要3個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右手邊的地方 他就幫你把他取出來 就是108 108他就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 我們按確定 他就幫我把 資料 放到我們要的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你當然 這個地方可以快點兩下 點一下 空點點兩下 他就全部幫你 抓出單位 但是問題來了 單位我要的並不是 單位的什麼 這個代號 我要的是 代號幫我在 轉換成 隔壁的 這個資料 OK 這個還蠻常遇到 因為 以前為了要節省空間 所以通常會用代號 不然的話如果你假設 你用單位直接放在 這個資料庫裡面的話 其實還蠻佔空間的 所以會用代號 來 表示 那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再利用代號 查到我們要的這個名稱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需要把剛剛的公司 再剪下來 第二次的話呢 再利用有一個 函數叫做 你們可以 在 類別裡面找到 查閱與參照 OK 那查閱與參照裡面的最下面一個 叫 View函數 這個View函數的話 就是查詢函數 那不過這個函數 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工作上常常會需要查資料 那 只是說呢 這個 查資料部分的話呢 他的 參數非常多 他要問你四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呢 你就把剛剛的公司貼上去 我要查什麼 Look at value Table array的話 就是說 你要去哪個對照表 查資料啊 那你就按F3 剛剛呢有一個 這個對照表 叫做單位 意思就是說呢 你幫我去單位裡面查查看 那單位裡面的話 他一定會比對 第一個欄位 那比 比的話呢 找到 如果找到什麼 找到108的話 他會幫你把資料帶回來 那帶回來的話呢 他第3個問題 問題說 那你要把第幾個欄位的資料帶回來 理論上應該是2啦 因為只有2欄 所以輸入2 把第2欄的資料 帶回來 那Range Lookup 是你要不要 如果找不到資料的話 那要不要繼續 幫你找接近的呢 那你就輸入0 0的話就是不要 其實就是 False 不要 OK 在理論上呢 你只要把剛剛 這幾個 參數 填上去之後的話 按下確定 他就會幫你全部查完了 所以喔 特別是喔 剛剛108 去這個單位裡面查 把第2欄的資料查回來 然後不要找接近 按確定 有沒有 總行審計步 其他的話就快速點兩下 就 通通查完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試一下 OK那我們先向客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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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